全油管最快新闻 同城金融API需高礼包价格 变相提高消费者贷款成本 套路曝光 消费者小礼投诉称 被层层诱导借款需要先购买会员权益优惠券等 强行搭售产品 实际洗脸金每包只卖2.95元 却被需标价为145元 同城金融API否认贷款行为 称是商品交易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这类虚拟贷款平台的监管 消费者需警惕需高价格的礼包 避免被变相高利率所坑害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